除了這個九龍殯儀館 搞一個開放日子 又不知道收不收錢 因為這個我想應該沒有什麼外來人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香港文化遺產 坦白說是 殯葬文化絕對是 這個是文化遺產 我記得幾年前日本都拍過一套叫做為儀私之奏明局 是呀 咬橫做的 City Wormer 1 年代久遠 最佳選有這個世界名館帶錢 最佳選有劇情 說這些東西 但是內地人來說 也有一些不愉快的新聞 補充 免費帶要預約的 預約的 那也好 有一件事不斷被人說 這個就是香港的服務業 除了萬寧之外 萬寧就未至於對陸客那麼兇死 但是這些就是茶餐廳 對陸客 就不是很客氣 就是事緣 我想事主就應該沒有那麼美女 我覺得應該是有點誤導 如果美女就應該不會是這樣 事緣有個內地遊客 難得 去到一個宵美餐廳竟然買燒鵝給吃 這些是貴客 坦白說 應該要真而重之 要當他真品 真的是貴客 怕人給不起錢 這個就是問題 因為 這個就是內地女 她點燒鵝給餐 好像是107元 那你明明實價寫了 因為她有朋友推薦 去上環吃燒鵝 吃燒鵝 其實就應該去深井 為什麼去上環 上環因為有那些老婆 深井都不一定好的 我們10年前去吃都覺得差了很多 事主呢 最後就選了一個二人位 他都不特地霸位 其實都正路 他就用普通話 他就強調用普通話 其實這個故事 你聽下去就明白了 其實為什麼很多人會吵 去說 是因為 其實你在大陸 在香港 大陸人如果在香港用普通話 點服務的話 就會被人白眼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真的這樣 但是這一位小紅書女 就是這樣說 即用普通話點燒鵝奶粉 即刻面色很難看 店員就 他就說 Sell one great 他就說 我堅持要我吃不起嗎 109元 你真的要吃 燒鵝要109元 我就是要吃雞腿 我就要吃鵝腿 這麼像那個吃魚翅哥女人 有什麼問題 門徒劉德華 堅持要成瓶 不要磅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107元 你都買得起 沒有問題 但是依然很冷漠 但是服務員的一舉一動 就真的辣著是主人 小動作 摺摺聲 唉 真是麻煩了 他未必會說出聲 但是你見到你口型 摺摺聲 就很討厭 網友立刻在checkroom開名 上環一落 一落 一落是嗎 一落是最糟糕的 你是否光顧過 有得叫燒鵝就好 一落會說沒有鵝腿 所以加錢 才會有 加錢要下樟絲和鵝壁調 其實吃鵝腿好過 我覺得差不多 狗仔粉那些都差不多 狗仔粉挺好吃的 其實都 我們這些食品 經常都會被人說 食得腩食得粗的 點餐之後 市主就感受到 服務員在 針領水的時候 就非常之用力 砰砰的聲 除了摺摺聲 也有砰砰的聲 感覺到很不尊重 在小紅書講完之後 有不少的香港人都回應 也有類似的情況 就像我們現在checkroom 的CD-worm 就這樣講 一講上環 還要講吃燒鵝腿 你立刻就想起 這個一落 如果你以前過海來計算的話 不止啊 Google的評分 一落原來都是3.5分 為什麼你又會去呢 Top comment是說 食物一流 服務九流 是不是 不是啊 我們現在網友那邊 Yuki Yukiaka 一落說很難吃 不過大陸人 去排都會中伏 我想也未必的 其實都是那個師傅斬我 不會說 啊 大陸人啊 我先弄個樣子 壞一點 不會的 都是貪就手而已 那是什麼呢 這個簡體字人 簡體字網友 我們整天一想起 想像 什麼意思呢 真的覺得我們幻想出來的 不是啊 你看一下 這個是新聞來的 不知道那個人是不是有說真話 通常 你在小紅書投訴 都是片面的說話 就是叫做一面之詞 當然 就會將自己可能做一些 不得人喜歡的東西 就不說出聲 其實除了 這個人 你可以有兩種可能 如果這樣說的話 這些新聞通常都是一面之詞 小紅書新聞就是一面之詞 你首先要明白一件事 他擺得出來說 他首先要有個理由要人同情他 那個理由就是自己說普通話 而他的故事也寫了這個重點 他沒有說其他東西 但是他有沒有 有一些不尊重的行為 坐在這裏之餘 又做了一些多餘的動作 令到別人很不喜歡你呢 那我們不知道 例如在那裏數錢那些東西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但是 如果不計算這些 可能性的話 似乎一落那個 那個明星又不多 至少我們現在看check room 也是這樣說 然後 你說open rise Google map Google map也是這樣說 所以 沒事的 說小紅書的說話 說小紅書的新聞 通常你自己都可以選擇性的去相信多少 就像我們現在check room這位網友說 信一成已經比多了 嗯 但是你通常說完之後 他們有人為勞 最後有多少人信呢 你就看一下 有多少人又同感 有多少人 是煲大他 你煲得大 然後 演算法 又覺得這個帖子很刺激喔 然後自然多人傳 是不是 那就變成新聞了 太平香港茶記 是一個流量文化 來的嘛 如果不是 怎麼會走上星島日報 和連登呢 反過來要說 但是至少現在 那check room的網友也都 也都說了 一落在中環 我網清楚一點 剛剛 大家說上環一落 那個 對呀 中環士丹利街 麻煩了 但是那些網友也 就是剛才check room的網友也都說的 一落 不是特別歧視大陸人 一視同人 香港人去 就是這樣 其實又是什麼 我吐了 哈哈 是的 我們現在check room的反應都是這樣 自己都覺得 自己都說不會光顧 就算是新聞 那些人都說不會光顧 本地人都提醒很貴 107元真的是貴的 你如果吃燒鵝算 吃燒鵝 最好吃的燒鵝一定是炭爐的 中環哪裏有地方放在炭爐 以前我就聽人說 會專門去容忌 因為容忌他自己本身就讓他保留了炭爐 如果你真的要吃炭爐去燒那些 那是不是應該去深井 關仔金牌我見到很多人排的 阿金牌燒鵝 其實是這個容忌小仔 容忌小仔 容忌小仔他把他抹出來 這個就有保證 真的有很多人排的 是不是在這個什麼街 內街呢 我記得就是這個 那個什麼 在軒尼斯道旁邊的那條街 軒尼斯道 Exactly軒尼斯道 是嗎 我覺得好像是內街 軒尼斯道 OK 好像是不是在消防局附近 燒鵝鵝後面而已 澳吐人 都說好吃 但是澳吐的壓力就大很多 亦都很出名 是不是 那好啦 你說這個 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就似乎該死 但是你說香港人 不只是查餐廳 有些人說 喂 現在你香港人開始 就自己 開始 有些反省能力 就是說 香港人不只是燒鵝叉 你做AB女優特別串 是不是 這個就是 蘇凱琳 蘇凱琳現在他忍退了 是不是 不是 重量 他不是重量 他說要禁肉一個月 是嗎 是呀 禁肉一個月 準備去整名氣 哦 禁肉一個月 是不是禁肉三十天 然後那些 群戲 有隻群戲就說禁肉三十天 然後那些臥男 就不停輪 賭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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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名氣 是啊 OKOKOK 希望他賣得到 是不是 這個就好像 以前阿賀馬說的 賣 他講什麼說話 賣 不見悟 都要看醫生還是怎樣 哈哈 不過這個不是說 蘇凱琳 他講什麼呢 他說其實你一百元一個限量 一百個 就可以了 是不是 不用每個都有啊 之餘 又有 收藏價值 他賣什麼 現在 蘇凱琳 這個非田新地樂 又沒有交代 是不是 總之他賣了一些 紀念品 蘇凱琳呢 有一樣東西好 他的好處就是好親民 但不好處就是太過真性情 你得罪了他 或者他看得不高興的時候 他就直喘你 但是我覺得呢 其實這些其實是 我反而我喜歡這些 挺爽的 其實是挺爽朗的性格 你見他flex裡面 他甚至是逐個 逐個hater 起底 就說 某些hater 除了針對他之外 也有針對 Sika 也有針對Anson Lo 他會做這些事 其實本身就是Loser 正性就是Loser網民 什麼人都hater 什麼人都欺一餐 什麼人都說一餐 是吧 那蘇凱琳 林立肯理你了 你就撿到了 說真的 是不是 他就說 一什麼解救 你要幫我決定價格呢 你可以自己做這個價格 但是沒有理由控制我的價格 這樣說 有什麼問題呢 這樣也都說給別人說的特別串 其實 賣紀念品的東西 這些 其實說真的 怨者上吊 也都等於 你自己在別人那裡說 就好像我們自己做過內人 我們做網台 也有些人就無端走過來 無端端說什麼 為什麼你這麼有空 你不出去找份工作 坦白說 是 我為了你來做嗎 我集集萬幾二萬人看 我做給他們看 其實關你什麼事呢 其實是 那麼他無端端走過來 就很關心你的前途 私人生活 就是你對這個 蘇凱琳 關心他的定價 是吧 嗯 是不是 我心想關你什麼事嗎 我買什麼價 我買不到 是吧 或者 我摘了貨在那裡 是我問題啊 我活該死啊 是不是啊 我用不著你這麼關心我呢 是不是呢 其實等於幾年前我們說的 120元餐蛋飯 其實我們只不過是笑他開過這樣的定價 我們不是說他不應該這樣開 你夠膽這樣開 自然有人夠膽吃 是不是 但是我現在看到 如果你說看這條貼計 似乎就是 阿蘇凱琳那個人氣 是不是開始跌跌的 其實是 是吧 應同者 就比較多 是吧 你like的 有494 就是 unlike負評的 有32 是吧 然後就說 不要說 吵架他的人 或者笑吵他那些 養蠢的人的負評 這件EQ垃圾 是吧 連正常意見都接受不了 我看他的帖子 如果你善意批評的話 你給意見 我覺得他是會接受的 如果你自己本身 你是很直白的 你只是串人的 我覺得你自己又真是 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忠忠挺挺 就不至於人身攻擊 意思就是說 你 500元一個限量版 賣100個 就可以了 不用弄到個個都有 之後又有收藏價值 意思就是說 你限量 你就賣得貴一點 其實 你最後你都要收 5萬元 那你做什麼 要薄利多銷呢 其實 他喜歡薄利多銷 就是薄利多銷 這個市場策略 做AV女優 都希望多人看 其實是 如果你做限量版 就是小人看 小眾 劍大都解釋過 今時今日AV女優 不是靠 拍AV賺錢 拍完AV之後 他後面 握手會 握手會 跟著 巡迴演出 去一些 活動 尤其是最賺錢的 就是去台灣搞戰艦 大家看到的 如果不是 那些女優 每個人 一收到邀請 就立刻 兇了一個檔期 出來 要操一個月 然後 走到台北 那邊 但是這位網民呢 除了 啊啊啊啊 蘇凱林回他之餘 還要找他來貼堂 想不到現在的人 對那些不認識的人 都控制欲 那麼強 說什麼說什麼 都要控制你 控制我定價 那樣 我覺得這個 看大家怎麼看 但是我自己 就覺得 我不是特別喜歡 蘇凱林 但是我始終是欣賞他有性格 還有你相對於之前 他剛剛出道的時候 就是個個都覺得 香港之光 現在這個態度 180度 就是不同的態度 我覺得有點唏噓 就真的是 他不接受TVB 那些很煌的賊 這些就是 這些就是 這些就是串他 他的態度是一模一樣 但是環境 不同了 我們對他的態度 都不同了 我沒有追開他 但是現在 你好像他那些 那些 如果看這條帖 不是說只是那個人 看不信他 都幾多人 就開始 就對他 就 跌倒了 是不是 就是 蘇凱林 Fencer 他暫時 都一百大不入 暫時就 他跌了很多 這樣算的話 跌了 他之前剛剛出道的時候 他是拍 拍著三上油雅的 差一點點 那時候又是香港人 為香港真光 那個原理就好像 現在又有日本人 真的去了美國打NBA Grisley 去了紅隊 他去了紅隊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起碼你當下那一刻 你就會很撐 但是現在蘇凱林 我之前印象中 就是他不拍AV 那 那